神经网路的历史 很多东西我都喜欢先从历史看 就像我们这学期的数学 我一直在讲历史很多 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趣 真的看到数学的时候你就看不下去 神经网路也是类似 因为你看它的历史很有趣 但是你一看到神经网路的数学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恐怖 所以我们先看历史 比较有趣 那我应该算是几年 25年前了 在教大念资讯科学系 好像不止25年了 搞不好都快30年了 真的是很恐怖 我们那时候有叫类神经网路 那时候都会叫类神经网路 那就是代表它很像神经网路的那种东西 很像神经的那种网路 但是后来就直接叫神经网路了 那我就去修这段课 然后第一堂课 那个老师就播一个日本人 把狗鼻子细胞切下来 放在培养里面培养 然后再把它铺到那个电路上面去 然后接到那个街角 然后它用一个晶片 那那个晶片会烧一些神经网路的程式进去 那烧进去之后 它那个就开始刺激它 怎么刺激呢 就是用各种味道 比如说这个是花香 这个是水果 这个是各式各样 那这个是很臭的臭味 然后每一个它那个狗鼻子 它会有反应 它一旦闻到味道的时候 它就会有电冲动出现 那就根据那个电冲动 它出现了电冲动 然后我们给它标准答案 这个叫水果 这个叫花香 这个叫臭味 然后就这样子 那最后呢 它就可以中间那些晶片里面代表一些权重 这些权重呢 它会去调整 调整到最后 它会让这个错误率最小 整个分类的错误率最小 那这就是一个味道辨识的系统 只不过它比较特别 加入了狗鼻子神经细胞 那那个老师要我们去看论文 然后写一个手写数字辨识系统 结果那个学期我几乎都在写这个系统 然后上课也没有什么专心上 最后写出来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去老师也觉得不错 但是但是我其他都没有上啊 所以那个其他的考试也没也考得不好 所以最后成绩好像也只是六十几分通过而已 那可是我真的做了那个系统 可是做完之后真的忘光 那个这种这种系统你做完 真的搞不清楚你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然后做完之后就忘光 然后你就一直在写那个程式 其实那个程式里面会有微分式 微分式其实到最后就只是一组Delta的修正式而已 然后修正一直修 那个程式就跟迭代一样 一直迭迭迭迭迭 最后就算出一个东西 一个权重 那个权重就是可以拿来做很不错的预测 就这样 那所以这就是我第一次写曾经网路的程式 写完之后就忘光 这个东西真的 没有对这种东西有很强敏感度的 那个数学很强敏感度的 写完之后你不会记得 不会记得那些数学 那时候我们用的是反传递演算法 那它用微积分 而且它是用偏微分 那这种偏微分 你一旦看到偏微分的东西 你就觉得很恐怖 事实上偏微分也没有真的很难 就只不过是很多个变数 你对其中一个取微分而已 那在程式上面实作更简单 就是很多个变数 你通通都不要调整 就只调整其中一个变数 加上个比s 然后再除以s 就结束 所以程式是很简单的 但是背后的数学你到底要怎么理解 那才是这个领域比较恐怖的地方 好 那 学了那个之后 我就觉得 微积分很有用 微积分很有用 虽然 我们真的不了解 那些算式 到底是怎么弄出来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神经网路 那微积分如何用在神经网路上 我这一篇好像没解到这个问题 算了 下一篇再解 那生物学上的神经网路是这个样子 里面你看到神经元 对不对 细胞核 核仁 细胞膜 维管 这个各位生物学都学过 然后呢 有竖图 轴图 然后呢 随壳 然后呢 然后图处 图处小炮 然后呢 图处和图处之间会有接触点 这些就是神经元的样子 那这些 我儿子看到说 对耶 我们老师都要我们背这个 对 但我觉得 这个背完你也忘光了 所以 我觉得好像他们现在的交法 跟我们之前还是一样的 OK 那 程式中的神经网路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你不需要知道细胞核 细胞 这些东西你不需要知道 因为在神经网路里面 程式里面也没有这种东西 程式里面的神经网路长这个样子 你们应该会觉得有点熟悉 如果你们上过资料结构 离散数学里面就有 离散数学里面图论 图形理论 资料结构里面就要代表图 代表图可以用几种方法 还记得吗 相邻矩正 相邻矩正 用一个矩正 然后点是01 来代表 如果1的话就代表有一条线 0的话就是没有那条线 OK 每一个点都是一排 一排里面的一个 OK 那 这个是相邻矩正 那另外 你可以直接用 直接用 用类似字典的东西 来储存 那也可以 那这个就是图形 包含节点和连线 只是神经网路的连线上面有一个权重 那结点上面会做一些运算 就这样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东西 但是很恐怖 那这样的图形 你要用来模仿大脑神经系统 让电脑能够拥有智慧 那这句话一讲出来就有人要哄你 对 电脑拥有智慧 那你定义一下什么叫智慧 那 就 所以我们通常不讲说电脑拥有智慧 但是最后你还是想做这件事情的 好 那所以要理解这件事情 我们先来看一下历史 1872 追溯到那么久 150年前 那 意大利医学院的毕业生 高基 在一次意外当中 把脑块掉落到硝酸盈溶液里面 数周后他用显微镜观察这个脑块 结果 看到那个脑块里面的神经元很清楚的呈现出来 所以后来他去改良 把硝酸盈改成个酸盈 发现效果更好 所以 生物学家就开始可以看到神经纤维的走向 走向长什么样子 等一下会看到 那后来1898年 高基又在发现了高基事情 因为他已经会染色了 他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 所以他发现高基事体 他发明了个酸盈染色法 让生物学家可以看到神经纤维的走向 但是他本人有一个思想上 他会特别固执于那时候流行的一个叫网状理论的东西 那结果他就没有真的更科学的去想说这个神经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然后他到底运作机制是什么 所以后来有另外一个人 他就一样去用个酸盈去观察 他就创造了一个 他相信神经元的这种说法 所以后来他就创造出一个新的科学 叫做神经科学 所以他后来变成神经科学之父 这人他很会画画 这很奇怪 因为科学家通常不太会画画 但是他就很会画画 所以这次他画出来 他就去用个酸盈去弄那些神经细胞 最后他去把它厘清越来越清楚 他发现有大支的有小支的 上圈还有分岔一直这样 这应该是细胞 然后这边一直分岔 所以他把它摊开来 原来细胞的结构是这么复杂 神经元细胞 他发现神经元细胞通常具有方向性 是有方向的 所以他是有方向的 为什么刚刚那个图论的图是有箭头的 可以感觉得出来吧 有箭头的图跟没箭头的图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那个不是乱弄的 但是有方向 他的轴图通常连接于灰尺 所以神经的传导方向 他是从神经元然后轴图到速图 所以这是神经元然后轴图再到速图 他是这种传导方向 那卡织尔又发现说 细胞的轴图和速图 它其实是会长 会慢慢的从细胞体里面长出来 而且他发现一种叫做引导锥的东西 引导锥会引导它的伸展方向 那这个卡织尔和刚刚那个高基 他们都得了诺贝尔森林医学奖 那神经结构就开始慢慢变清楚了 因为有各酸隐染色法的关系 所以就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清楚 那就研究者就开始更详细地去揭露神经元的结构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有点复杂的结构 那神经元之间会有接触的地方 其实不是神经元接触 是最后的那个速图的分支的末端 互相接触的那些地方 但是末端跟谁接触 昨天有人告诉我 但是那个生物学的我真的都记不住 把这品知道它最后会接触就对了 那这些图处上面会有化学反应 那这些化学反应呢 那个化学式其实几乎都已经可以列出来 研究清楚了 我没有列了 你维基白课也可以看得到 那个生物学课本的那些东西也可以看得到 那这些化学式和电反应其实都已经 都已经有 那电图处它的反应比化学图处快 这是合理的 因为电的速度比一般化学反应确实更快 那所以如果要传播快的讯息的话 应该会用电 传播比较慢的 讯息会用化学反应 那电讯它会经由轴图和速图去传导 然后传导之后呢 它会传 化学反应是传导钠钾离子 那电反应是传导电波电位 那这些电冲动呢 透过神经轴来传导 像这就是一个神经元 然后这是轴图 然后后面的速图 透过这个神经轴传导 到了1928年的时候 这个 这个怎么念 Ed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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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难念 不会念 算 Edgar 他研究神经的电冲动 他用无限电技术里面有一个放大器 和毛细静电器 来记录这种微小的神经电位变化 所以这个人应该也有点电的背景 那结果呢 他发现感受器的刺激强度增加的时候 会造成冲动频率提高 参与冲动的神经纤维数量增加 你会发现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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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 没有 不见得有体会 最后这句话 他会造成感受器的刺激强度增加 感受器的刺激强度增加 会造成冲动频率提高 冲动的神经纤维数量增加 他为什么不直接把冲动的能量增加就好 这是生物限制 如果冲动能量增加的话 那你的神经会再烧掉 所以他不能这样子 所以他只能够透过频率增加 和参与冲动的数量增加 来代表那个强度更强 他不能够说直接把能量提高 电压提高或之类的 不行啊 连人体的电压提高那还得了 对不对 所以 他发现这件事情 其实 之所以发现这些事情 其实很多 很多所谓的巨大发现都是意外 刚刚那个不小心把那个脑块掉到那个什么酸硬 脑酸硬 容易 对不对 结果就产生了重大的发现 那同样的 这个一支残除这个也是一个意外 有可能也是个意外 不过其实是有系统的意外 他不可能那么完全毫无根据的就去抓一支残除 然后在他眼睛上面 结一些电极出来 对 这不合理啊 所以他其实是有这种想法 可是最后他在一次的意外里面 才发现了这个现象 这什么意外呢 这个Edgar 他说他在那个很暗的房间里面 他已经把残除的四神经接出来 然后把它放大 然后接上喇叭 谁会把残除的四神经 接出来放大之后接上喇叭 神经生物学家就会做这件事啊 那这代表他 他真的其实已经想要观察这种现象 他才会做这件事 只是他可能没想到的是说 诶 有一次他在很暗的房间里面 他意外的发现自己在残除前面走动的时候 被造成喇叭出现噪音 一开始他以为那个喇叭真的有噪音 后来他多走几次 他发现只要他人不给残除看到 喇叭就没有噪音 他一走到残除前面 噪音就开始变强 越近他就越强 那多多是几次你就会确定 所以这不是一般的噪音 绝对不是宇宙射线的影响 他是那个残除 真的看到他所产生的电冲动 然后Edgar他又测量皮肤的电冲动 那他发现皮肤在稳定的刺激底下 会产生强弱訊号 强弱相同的讯号 但是讯号的频率 会随时间而降低 那路的感应也会随时间而降低 这是怎么意思 不习惯 对 这就是那个 入孜然之势 久而不闻其瞎 你如果一直住在厕所里面 久而不闻其臭 对不对 之类的 所以他们就一直研究 这些神经生物学家就开始一直研究 他们就开始弄出了一些大脑皮脂的感觉地图 但通常是弄动物的 但现在因为有脑电波的侦测 也可以开始弄人的 不需要真的把人的脑袋切开 那现在就是可以用这个EEG 这个东西在研究脑神经科学上面 现在是很重要的东西 贴了一大堆重 然后就可以侦测你目前 到底脑部的哪一块 是有在活动的 有电讯号 那你回到神经网路的主题 我们刚刚看到偏生物去了 那这个神经网路的主题 你会发现说 其实把它抽象来看 不要看得那么复杂 把细胞核、细胞脂、细胞膜 这些东西不要代表 那它就是一个点 接下来呢 那个轴图、束图就是一条线 它只是为了要传导神经冲动讯号 所以传导的神经冲动讯号 有一个量 但是这个量可能要控制在某一地方 那这些图柱之间 它会有长期高频率的活动 这叫长期增强效应 那有一种叫NMDA的受体通道 被认为是跟长期增强作用有密切的关系 这可能是一种引导神经生长的化学物质 那卡教尔认为说 学习机制不需要形成新的神经元 也就是说神经元就是这么多了 你不需要再长出新的神经元 那可是呢 它会去调整中间的连结 所以前一阵子我看过一部纪录片 叫做爱因斯坦的脑袋 那有没有人看过这部 我忘记是discover还是什么 爱因斯坦死掉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怪事 什么事呢 人死掉不是都送殡仪馆 那是爱因斯坦死掉 他送了 我不确定到底是送殡仪馆还是怎样 反正就是送到某个地方 然后就是停尸间 然后呢 那个停尸间里面有一个人 他当场就下了决定 把爱因斯坦的脑袋给剖了 然后把脑袋取走 偷走 再把它缝合 从此爱因斯坦的脑袋就在他城上 然后把它放到福马尼罐子里面 然后用那个一块一块装好 切开一块一块装好 后来还有人跟他要 所以你可以把爱因斯坦的脑袋分一块给我 研究一下 还真的给 那爱因斯坦的子孙后来又觉得说 你把我老爸的脑袋这样恶搞 对 这样是非常不尊敬他的做法 但是呢 后来有其他的人 就跟他那个人联络 他们开始研究爱因斯坦的脑袋 他就觉得说 为什么爱因斯坦的脑袋比别人强 其实这个也不一定 因为你说他真的比别人强 这其实是一个未知的东西 但他们就认为比较强 那他们去观察这个脑袋 跟一般的死者的脑袋 有什么样的差别 那其实得到的结果并不多 但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别 是爱因斯坦的脑袋的皱褶 比较多 他的神经连结在某一些区域特别强 所以并不代表他脑细胞比较多 但是他的神经连结按作者比较多 那这可能是他长期在做这种思考所形成 有可能 好 所以这种想法呢 就开始慢慢的接到我们真正程式领域的东西上面 那这个 Hibian Theory 就是Hibian Theory 它叫荷布理论 那荷布理论 它在讲的是说 细胞可能通过建构新的连接 或经历代谢变化而提高他们的沟通能力 也就是说它会调整细胞里面的连接 当你长期的做某种脑袋的连接 它会调整连接 比如说 你知道 这里其实有很多很多未知的东西 但是这些未知的东西 已经慢慢的开始有点苗头了 举个例子 你们有没有人曾经记得你一岁的时候发生过什么事 几乎你们都不会记得 两岁的时候很少 大部分有记忆都是三岁以后 甚至我目前小时候的记忆可能就已经是六岁了 六岁以前的事情我都忘了 那这很正常 为什么 从这种理论来看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因为你在婴幼儿时期 你的脑袋的连接是不稳定的 甚至在最早的 刚出生的六个月 你甚至连视觉都是不稳定的 事实上 你出生的时候 你的眼睛已经是具有全功能的 可是你的脑袋还没有办法 跟你的视神经系统之间取得一个稳定状态 所以你那时候看东西 其实跟我们现在真正大人看东西 那个婴幼儿看东西是完全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那个婴儿 他刚出生没多久 他一直看一直看 他能做的事情他就是看 因为他连走路也不会 甚至有些连角都没办法爬 对不对 大部分都刚出生 大概要六七个月才会开始爬 七八个月才会开始爬 在这之前其实他是没有办法行动 但是他唯一能够用的就是眼睛和嘴巴 所以他们是透过眼睛和嘴巴再体会这个世界 这个时候如果你把他的眼睛的感受全部拿掉 他以后会下掉 如果你就直接把他带上那个黑色眼罩 带六个月完蛋了 这个小孩永远都不会再有视觉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对你来讲 你一定要有那个讯息刺激进来 对婴幼儿而言 你不能剥夺他的讯息刺激 所以包含他去咬东西 我们通常会给小孩说 OK 你那个玩具 专门给他咬的玩具 不会吞进去的那种 不会吞进去不行 然后那种就是 在让他可以有机会去尝试这个世界 那一般来讲 其实大部分的家长会比较担心 OK 他去咬脏东西 所以就拿掉 可是我记得我 大儿子小时候 我就给他放地上 因为那个狗屎他还拿起来咬 真的 我现在都还记得 他那时候把狗屎拿起来咬 那我后来也把他弄掉 可是他们就是会这样探索世界 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他就拿起来咬 透过他的感觉在探索世界 等到他会走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在想什么 然后他就走到这边 看到有个东西 他就拿起来玩 看到另外一个东西 他就拿起来玩 那时候其实这个反而是最适合他的行为 因为他需要大量的接触 这时候他会开始发展他的手 发展他的脚 所以他每一个时期的行为都不一样 其实是有一些生物学上面的原因 那如果你去剥夺掉他那个行为 他可能从此 他那方面的能力就断掉 所以要尽可能让他们尝试 那你不能说狗屎真的让他吃下去 那你不见得真的会怎样 但是可能怕会拉肚子或不好之类的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你可以尽量让他尝试 比如说从小你让他接触一些土地 沙土草地之类的 是可以的 那特部理论 他比较详细的来说 这是维基百科上面的解释 那这种通常就是比较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们可以假定反射活动 持续和重复会导致神经元稳定性的持久性提升 当神经元A的走突和神经元B很近 并且参与了对B的重复持续的兴奋时 这两个神经元或其中之一便会发生某些生长过程与代谢变化 致使A作为能使B兴奋的细胞之一 他的效能增强 这个实在写得很不好 基本上就是神经元A和B 如果他们两个都重复的同时兴奋 而且他们两个很近 那他们中间就会形成一条连线 所以当我兴奋的时候你就会跟着兴奋 你兴奋的时候我就会跟着兴奋 我们变成一挂 这有点像Majic 两个神经元就变Majic 那这个理论就开始延伸了 神经元之间会变Majic 然后他就会有所谓的细胞集群 所以我们的脑袋其实是有分区的 透过刚刚的那个EEG 我们知道他有分区 那他分区是怎么样分呢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观察 大部分的脑电波观察都会发现 视觉区他可以标示出来 听觉区他可以标示出来 运动区啊 手部的脚部的他都可以标示出来 所以曾经有人画一种图 就是把那个大脑跟身体 以大脑的大小来放大身体的大小 结果会发现头很大 然后手脚相对小 但是手指变长 然后就变成一个科学怪的 对 对 好 那这种就是神经也开始分区 所以视觉区的细胞 它会分化变成特别对视觉敏感性 那这时候如果你 你发现如果有些人 他在婴幼儿的时候 视觉区被损坏 会怎样 如果婴幼儿的时候 他的视觉区 那一块脑细胞可能 比如说刚好死亡 他为什么会死亡 就是说他小时候被枪打到 之类的 这种案例我们看到很少 但是问题是 神经科学家特别喜欢这种案例 只要有踢到这种案例 他就跑去说 你可不可以让我 测量一下你的脑电波之类的 那你会发现说 他们特别喜欢这种案例 那当你测量的时候 他们测量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 当这种人 特别是在小时候 他非常小的时候 他的那边损伤的时候 他的视觉区 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他眼睛还在 对 那视觉区会跑到别的地方 也就是说 他另外一区的脑细胞 会拿过来填补 视觉区的细胞的功能 所以一开始的脑袋 其实是不一定的 他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感觉 大家都具有一般性功能 但是等到了 你已经接触这个世界 接触很久之后 你分区已经形成之后 他们就在研究说 OK 如果现在是大人 视觉区被打掉 被枪打掉 他从此他再也看不到东西 再怎么学都没用 但是因幼儿 他视觉区被打掉 他还可以看得到东西 因为他会有另外一区来捕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神经网路运作的前期 他是一团紊乱 他的权重都是 大家都是一样 全部都设议就好 但是他一团紊乱的时候 这个时候神经网路 还没有长大 没有长大 他不认识这个世界 你输入什么 他输出来都是很乱 等到他真的长大 他真的已经训练完毕了 训练完毕之后 他每一个点所代表的东西就不一样 每一个神经元代表的东西就不一样 甚至他会有区域性的集结 那种区域性的集结 就使得说 我现在这一区可能代表什么意思 那一区代表另外一个意思 那这个都是从生物学上面可以观察到 然后把它推到那个程式领域 你会发现这种现象 那接着这种东西就被用到人工智慧了 那人工智慧里面呢 就有 有 怎么讲 我们有节点 IJ这种就是节点 那 WIJ就是I和J这两个神经元之间的 连线权重 OK 那荷布学习公式就是说 我 Si是I的输入 SJ是J的输入 所谓输入就是它的刺激 那如果Si和SJ常常都一起被 两个都常常是一起是1 两个也常常一起是0 但是呢 它就比较少出现 I是1 J是0的情况 那当它常常发生这种情形的时候 它WIJ就会变得很强 因为它一起1一起0 所以它WIJ就会变得很强 OK 那如果今天是 2个 常常相反 OK 那它WIJ就会变得 负得很强 OK 负得很强 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是 那它干脆就取平均 霍普菲尔德 就每一个做一次 对所有范例做一次 然后取平均 OK 那这个是霍普菲尔德神经网路的做法 那它完全霍普菲尔德神经网路完全是照 Hibbis rule就是Hibbis theory来做 好 那这就是赫布学习法证 就是两个神经元同时被启动 它就应该增强它的连接 如果相反的话应该是减弱它的连接 好 那你的函数到底是会介于-1到1之间 还是介于0到1之间 你可以决定 好 那赫布学习法则对人工知会有很大的启发 所以开始有一些神经网路程式被发展出来 那这个就是Losenberg 那在1957年的时候 它是在Cornel航空的实验室 那它发明了一个叫做感知器 Perception 那Perception它是什么呢 它们透过赫布法则的最小化来 来最小化单层网路的权重 那事实上其实它后来 后来有了 已经开始研究多层网路了 可是这里有一个人工智慧 今天早上我才知道的 黑暗历史 那我最喜欢这种黑暗历史 那我最喜欢这种黑暗历史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人工智慧的黑暗历史 我写这个 写这个 有一些时候有一个不错的 那赖民中就跑来跟我说 哇 人工智慧的黑暗历史 有点小 有点小 当时的研究者 早就已经在讨论多层感知器了 结果他却拿单层感知器来 单层感知器 没办法做到一些事情 一些很简单的事情 然后来大肆宣传 他还写了一本叫做 Perception的书 就是感知器的书 那他故意去 在感知器里面 他故意略掉那个多层感知器不讲 然后因为多层感知器不讲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多层感知器 根本就没有办法 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算了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学习的情况之下 他就干脆完全把他不讲 那完全不讲 他又大致宣传的结果 导致说 你知道这是竞争对手 Minsky和Losenberg 两群是竞争对手 这人工智慧领域里面 一直有两个非常近位分明的走法 一种走法是 我采用知识库很确定性的推论 或很确定性的计算的这种走法 另外一种走法就是 走这种不确定性的神经网路计算 神经网路只是一堆权整 你是调整 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在调整什么 最后你这是一个原算法 就找最小值 最小值找到了 他就拿来预测 就这样 可是这两派的竞争呢 照理讲应该是没事的 就像我们现在台湾全世界 照理讲应该是没事的 可是问题是 当国客会给钱的时候就有事啊 本来应该没事的 但是国客会一给钱就有事了 现在Minsky和Losenberg 他们就是这样 在人工智慧领域 他们的国客会 他们的国客会是什么 就是NASA 就是美国的太空总组国防部 最高研究单位 他们会给钱啊 他们会给钱 然后呢 可是给人工智慧领域的钱 就这么多啊 我今年给人工智慧领域的预算 就是2亿 2亿美元 就这么多了 你们去分嘛 分啊 当然就是成立小组啊 什么审查委员 开始分 然后呢 Minsky他们跟另外一派 如果你分多了 我就分少了 如果你分少了 我就可以分多一点嘛 所以 Minsky就开始 大视频集 那个Losenberg 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可以证明你没用 还有数学方法证明你没用啊 你一层感知器就是连SOR都做不到 SOR就是那个数位逻辑SOR 他可以做到AND 他可以做到ALL 但是他不能做得出SOR 你连SOR都做不到 你这个还有什么用啊 那那个Losenberg的亚巴赤王脸 他本来是提出这个之后 有开始很多人关注 但是他可能又不善言辞 然后最后Minsky出了这本书之后 真的就把他打过 别人就觉得这个东西没用啊 我们研究这个东西没有用 结果Minsky在四十几岁的时候掉到湖里面死掉 不是Minsky Rosenberg 他有一次去划船的时候掉到湖里面死掉 有人怀疑他是自杀的 然后Minsky这一派就茁壮了 一直到现在还是很茁壮 MIT的媒体实验室就是Minsky搞出来的 所以这里就有很多暗黑史 那确实就是这样 那Minsky当初他们跟那个John McCarthy John McCarthy就是历史特的发明人 他们都是属于符号学派 符号学派就是说 我透过符号的代换 会改变 那也就是知识库这一派 采用知识库这一种路径的做法 然后就认为说 我可以透过确定性的方式 来推出一些定理 那我也可以透过确定性的方式 来做出跟人具有类似功能的程式 但是Rosenberg这一派神经网路 就因为Minsky的这一个方式 他曾经沉集过十几年 而且Rosenberg还死了 那这就是人工智慧的暗黑史 其中的一段 我应该把暗黑史加到这个投影片里面 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双输入单层感知器 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做出and 也可以做出all 但是他就是不能做出so 你应该可以想象为什么 它会有一个加总函数 把x1乘以w1跟x2乘以w2 再用x0乘以w0 x0永远固定是-1 这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取一个门法值 门法值就是 这后面会有一个slash hold的函数 然后把在θ以下的东西东东都切掉 这样子的做法 你可以想象它其实是一个线性分割函数 你看这加总s1乘以w1 这是线性的 s0乘以w0 这全部加起来是线性的 再加上这个分割函数 那它其实是一个线性分割的 那结果 这是我写的程式 其中一小段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and的真值表 这是all的真值表 这是xall的真值表 然后呢 我们去做学习 run 我写的学习函数 我没有列在这里 学习的结果变成这样 and 最后呢 四个的错误都是0 所以学习成功 因为它只有四种可能 两个输入只有四种可能 0 0 0 1 1 0 1 1 那四种可能通通都成功 代表and可以完全学习正确 or呢 四种可能 通通都学习成功 所以代表or可以完全学习正确 但是呢 xall 你会发现 它学习到 这边到34代就已经结束了 这到24代就已经完全成功了 这个到99代 我设定就是最多到99代 0到100 不然0到99 那结果呢 到99代它还是学习不成功 0 1 0 V 那你会不会说我到999代它就成功了呢 Minsky说 不管你学几代都没有用啊 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 它根本就不可能学会 sor这么简单的函数 因为你的神经网路 单程的话它只能够切一条线 你怎么切一条线 让那个sor 的两个0和两个1分开 那它是对角线 你不可能切的让它分开啊 and可以 or可以 sor就是不行了 切不了 因为你至少要切两刀 才有办法把它分开 好 所以 学术界对神经网路的激情 就慢慢的消退了 我本来不知道那段暗黑史 那写了这个才知道 这段暗黑史 那可是还是有人继续发展 那继续发展的结果就是 1982年的时候 Hopfield 他就提出来的网路就叫Hopfield 那这个网路其实是一个全连接的网路 所以他虽然把图画成这样 其实就是四个点 每一个点之间都有连线 只不过他为了画漂亮一点 故意把图画成这样 那每一个点之间都有连线 那他就完全照后部理论来做的 所以他的Wii是0代表 他不会有自己跟自己的连线 不会有这种小回圈 WiJ等于WJ 代表他是对称 DI点跟DJ点 其实就只有一条连线 你就这样想 他是对称的 所以他其实如果表示成矩阵的话 他会是一个下三角 就结束 这种东西很容易训练 他的学习法则不难 就有N分之一 IJ 两个之间训号的成绩加总 然后取平均数 所以他其实是不难的一个学习演算法 那根据数学推导Hopfield的神经网路 他会落在这种函数的能量低点 那你看这个函数就是 I和J之间的权重 这个很合理 那这个是干嘛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多加的那个D0条 为什么加这个 有没有 就是你只要再多加一个D0条的话 然后这个永远都是不一的话 那就会得到刚刚那个东西 这个能量函数的最低点 所谓能量函数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是指错误率最低 你想要得到一个神经网路 这个神经网路在所有你给他的训练案例里面 他几乎都全对 那这样这个神经网路就很厉害 你拿他来预测很可能会对 所以Hopfield的神经网路 他其实也是一个数学优化问题 只不过他的优化的结果 跟荷布法则很有关系 就是他会把能量函数最小化 然后这个是Hopfield的神经网路的能量函数 这个是荷布法则 你有没有觉得他很像 很像 那只不过这个WiJ写在这里 这个WiJ写在另外一边 他其实是透过Hopfield的神经网路来最小化这些 这一个算式的能量 那这种网路其实他 怎么讲 初看的时候 我在看神经网路的书的时候 他都会说这种网路具有容错的记忆型 也就是说你今天把输入 也就是Si、SJ这些的输入 把它调整一下 比如说其中一个E变成0 其中一个E变成0 它还会得到原本正确的结果 比如说跟没有变成0之前 他会得到一样的结果 那这样就代表他有容错 那容错的能力其实就代表他有多余 他有多余他才能容错 他如果没有多余的资讯 他就没办法容错 就好像你们有没有学过Hemming code 和明码 在宜山数学里面 没有 和明码就是本来我应该需要用四个胃圆 去代表有容积的 但是我改用七个胃圆 这样我就多了三个胃圆 我用这三个胃圆来做容错 那你如果今天在传输的过程当中 有任何一个胃圆从1变成0 那透过它的减合机制 它的反向解码机制 解码出来之后它会发现说你哪一个胃圆错掉 它把你更正回来 因为它多了三个胃圆 没有关系 那它明码是可以更正 但是如果你用一般的简合位元 用像Pellet Pellet check 就是Pellet 你可以叫它平衡位元 或之类的 Pellet是这样 Pellet通常就是说 我一个0101的序列 那我把它全部合起来做一个SO 做一个SO 把SO到底是0还1放在这里 那你把这个放上去的时候 它这个就变成偶平衡 Even parity 那永远1的个数就永远都是偶数 那一旦你发现1的个数是基数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错 但是你不知道哪一个胃圆错 你知道它有错 但是它的明码是 你多了三个胃圆 多了三个胃圆之后你就发现说 我不只知道你有错 我还知道你哪一个错 就插在这里 那波普菲尔的网路 它虽然比较像容错记忆元件 但是你知道所谓的容错记忆 其实就是很有智慧 这两件事情基本上是一体的两面 为什么 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好 一个不够好的学生 他很累 为什么他很累 他就是把课本里面每一句话都背起 那他就很累啊 那考试的时候 万一出了一题里面跟课本插一个字 他就死定了 他说插了一个字 我没办法写答案 不够具有智慧 现在如果一个很好的学生 他是我看这个课本 我就是看他的意思 这个意思在你的脑袋里面到底怎么表达 我不知道 但是一旦你出了类似题之后 我就知道这个就是那个意思 所以我写出同样的答案 或者甚至我知道答案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 那这就是他的容错记忆 他具有这种容错记忆 基本上孔子就是要你要有王错记忆 这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1986年的时候 其实这是一个关键的年 那这四个人 其中有一个我特别注意的人叫Hinton 那这个人后面还会出现 那这个Hinton他还活着 他还活着 现在他在Cosera上面好好开课 你去搜寻Hinton 他开始进去网路的课 你真的可以看到他的课 那至于他讲的好不好 我就不知道 还没有仔细听 那他们就用这个反传播学习法 这个反传播学习法 基本上你可以说是他们 他们重新在发现 事实上这个反传播学习法 早就在控制领域就有人提出来 但是没有很广为人知 那一件事情被发现一次两次三次 这是很正常 那他们在1986年就用这个方法 去做出一个很好的结果 后来也出了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你看它是在Nature上面 任何的论文出在Nature上面 在台湾应该都会上报 自然期刊是所有期刊里面 算是等级最高的一个 那他们所使用的这个方法 当然一定是比较重要才会出现在Nature上面 然后呢 这个结果真的推翻了很多人 对神经网路的刻板看法 所以1986年以后就开始又起来 那我念大学的时候 我是民国77年进大学 81年毕业 77年1988 所以在我念大学的时候 神经网路又开始很热门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那时候我们教大知识科 就开始又聘一堆做神经网路的老师 就是这样 那这个有时候就是这样 那等到你做的东西 那个时候热起来的时候 忽然之间需求量又大了 其实这个对吗 其实好像不太对 因为反而是 你这样反而常常会拼到不太对的人 那可是没办法 因为我们人就是有这种特性 所以那个很重要的反向传播学习法 一直到现在都还很有用 而且它是深度学习领域的两大算法之一 我今天早上还在写深度学习那篇 它真的是两大算法之一 OK 那它是MLP就是Multi-Layer Persexual 多层感知器 这是第一个在深度学习里面所使用的模型 这是传统模型 MLP 那它所使用的学习算法就是反向传播演算法 OK 这是很早就建立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深度学习又变得重要了 是因为另外一个算法出现 这个算法的发明人真是Hinton 那反向传播演算法 其实在1960年代就有控制领域的Carrie 提出来 后来Prison 那Stuart Levnik 这些人都有贡献 那到了1982年 Webos把这个方法运用到神经网路的模型上 因为那个是在控制领域 不是 不是那个程式领域的 那 控制领域当然也有程式 但是他们做的不是那件事 那 所以他把它用到神经网路模型上 然后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做出很好的应用 到了1986年 Hinton他们做出很好的应用之后 神经网路就开始变得又越来越好 那Hinton的贡献不是这样 他在1985年的时候 跟这个Terry 一起发明了一种叫做波子曼基的东西 波子曼Machine 那各位知道波子曼是谁 这是物理学领域的人 这是物理学领域的人 他提出来的一些就是那个 像分子动力啊 气体分子动力那些东西的 对不对 对对对 凝固的时候 分子排列的那些运作机制 就是波子曼基 所以他跟几率有关的 也就是说 他可以用几率的模型 来解释一些分子在慢慢凝固的时候 形成的一些理论现象 波子曼其实又有些暗黑色 好像 我还没仔细去看 他其实应该是蛮值得看的 他最后也是很惨 我特别对这种最后很惨的 非常有兴趣 不知道为什么 那波子曼基呢 跟霍普菲尔的网路很像 那他引入了这种机运模型 然后呢 你看这个式子 这是霍普菲尔的网路的式子 那波子曼基跟他很像 但是 霍普菲尔的网路的SI和SJ 是0或1 是0或1 波子曼的SI和SJ 是0到1之间的一个时数 这是他的差别 也就是说波子曼基的SJ是个几率 但是霍普菲尔的网路的SJ是只有01 要么就是可能 要么就是完全对 要么就是完全错 但是波子曼基是 它有个几率 这种引入机率模型的神经网路 叫做信念网路 Believe Network 波子曼基的表现不是很好 所以他1985年提出来之后 并没有很大的 很多人去跟进 他学习演算法速度很慢 常常又没有办法学到 不错的结果 所以就没有得到很多研究者的青睐 到了1986年的时候 波子曼基 他改进了波子曼基 波子曼基本来是一堆点 中间全部都有连线 现在他把它分成两区 其实波子曼基就可以分成两区 但是他没有这样分 他就是每个点之间都可以有连线 他把两区给分开来 第一区叫做 Visible 可见层 第二区叫做Hidden 不可见层 隐藏层 他把这两区分开来之后 做了一个规定 说你同一层之间不能有连线 只有不同层之间才有连线 也就是说只有可见层和隐藏层之间才有连线 那你的可见层和可见层之间 这里不能有连线 隐藏层和隐藏层之间不能有连线 所以你说它是改进 其实它是限制 它提出一个比较弱的模型 但是弱的模型不一定不好 你太强了有时候反而不好 因为你太强了 学习演算法就是做不出来 做得不好 你把它弄得弱了 其实它的学习演算法反而变得好设计的话 这样其实是一件好事 所以波子曼基的发明人 他反而反过来再去注意到这个POR的受限波子曼基 然后他仔细研究之后 他发现说他可以把波子曼基的学习算法改变 变成受限波子曼基的学习算法 而且他提出了一个很快的学习算法 叫做对比分期法 Contract Divergence 那简称CD CD演算法 那这个对比分期CD演算法 它基本上是在做这种能量式的优化 这是它的算法 你看它最后 所有的神经网路的程式 最后就是会有一组这样的 WiJ的调整 调整公式 它做出来的调整公式 长这样 这个所谓V 里面的V代表是显成的节点 的那个矩阵 显成的节点所形成的矩阵 H代表隐成的节点的矩阵 那V'和H'是透过V去预测出H' 再用H'去预测出V' 这种 怎么讲 其实就像刚刚的迭代 这里其实就在迭代 只是它只迭代一次 我预测你 你再预测我 那 新的我和旧的我之间 是不是会有一个差距 这个差距就拿来调整你的权重 OK 就这样 其实说穿的并没有很难 但是你要想出这一个算式很难 你只是要实做这个算式 我待会给各位看一个专案 就是我现在正在用它来写神读学习的 下一篇的这个导影片的那个专案 我待会给各位看 就没有很难 那它让受限波止慢机呢 就变得很有用 因为快速学习也有办法出现 而且学习效果很好 那 它在维度降低分类 过滤和特征抽取领域 就开始有了很好的结果 那比较厉害的是 它可以多层套底 我可以用四层的受限波止慢机一起套起 到最后你会发现那个 α-go它套了几层 它不只用受限波止慢机 它还有用卷积神经管路之类 它总共套了十三层 那之前后来微软有一阵子 它在做那个语音辨识的时候 它搞了一个一百多层 还是可以运作良好 反正有一次它在上面写 它用一百多层 看到一百多层我会吓死了 这怎么有办法一百多层还可以运作 但是传统上我们做神经网路的人 会觉得你做三层就已经很厉害 搞了一百多层我们就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因为受限波止慢机提出来的结果 真的可以搞一百多层还可以用 这就是我觉得厉害的地方 那在影像识别领域 这种深度神经网路被加入了卷积运算 那就变成卷积神经网路 然后卷积神经网路是像这样的架构 可是这样看又不够清楚 其实它卷积的时候 它会一个区块一个区块去算这个遮罩之后的结果 遮罩之后的结果 然后把它把它放进去 放进下一层的子里面 OK 那透过这样子的卷积它可以做抽样 抽很多个 它是怎么卷呢 照理讲我们应该卷是第一个 第一个九格 然后呢 第二个九格 第三个九格 第四个九格 这样子卷 OK 那这样子卷的话呢 它的维度没有办法降低 就是说它本来是n乘n的 它会变成n-1乘n-1 它维度会降低不了 可是呢 他们就想了一个奇特的方式 就是 那我不要这样卷 我每次呢 卷一次之后 我跳两格再卷 诶 这是发生什么事 很讨厌的 好 每次卷一次之后 跳两格再卷 这样子的话 本来n乘的东西 因为你跳两格卷 你马上就降低到二分之二n-1 那就大大降低你的数量 如果你再多一层呢 再多一层卷积 就变四分之二n-1 一层一层的卷 卷出它的特性 OK 然后它会用一个叫 Falling layer 磁化成的东西 再做降维运算 降维在这边变得很重要 然后它们会加入这种叫做re-root函数 这个才是re-root 这个是一般的那种传统神经网路的sigmoid函数 那在卷积神经网路里面 某些地方会用re-root函数 有一些地方会用sigmoid或其他的sobmax函数 那这边是卷积神经网路才会用这种函数 那它们所形成的一个卷积神经网路 它会长什么样 它会长这样 这是一个开放原始板准案 这个下面你看 是github的 所以它是一个开放原始板准案 你看一台车 这台车呢 当过输入 然后经过它的神经网路 第一层 经过累入函数 再经过第二层的卷积 第二层的累入 然后磁化层 然后再卷积 再累入 再卷积再累入 再磁化 ok 卷积累入 卷积累入 磁化 最后呢出来 它做了 它这个输出代表什么意思 说 这是一台车的机会很大 它是卡车的机会小一点 它是飞机的机会更小 它是船的机会非常小 它是马的机会几乎没有 大家看懂吗 好 所以这就是目前卷积神经网路 厉害的地方 可以透过这么多层的卷积 语入 磁化 串接 可以做到很好的结果 那 这里就有三种技术叠合 哪三种技术叠合 还记得吧 第一个 就是1986年就已经出来的 反传递演算法 加上 原本Lawson Breit就已经提出来的 多层 多层感知器 这是第一种技术 最早出现的一个技术 那 第二种技术是 Hinton 后来提出来的 受限波子慢机 加上它的CD演算法 这是第二个技术 第三个技术就是 卷积 卷积神经网路 第三种技术 现在这三种技术 其实在不同的地方 会有不同的整合方式 像在AlphaGo裡面 它也一样用了卷积 为什么 因为一个棋盘 它就具有跟影像处理一模一样的特性 所以他们就用卷积在做那种事情 明明不是影像 但是它是棋盘 可以用 你看 AlphaGo就搞了十三层 最后做出来的效果 大家都看到 那个 李士多 台湾很多叫李士使的人 实际上他的使下面有一个乙 甲乙秉町的乙 叫李士多 李士多说 我再也不要跟AlphaGo对战 一个不会犯错的城市太可怕 不过 听说 他好像今年底 明年 明年 明年不知道几月 他要再占柯杰 柯杰 就是目前 围棋界排名第一的 李士多是之前曾经排名过第一 但是现在排名不是他第一 李士多是韩国人 柯杰是中国人 这些进展已经对影像处理 电脑围棋 电脑围棋就是AlphaGo的例子 影像处理 像刚刚那个辨试车 那些影像处理的例子 还有机器翻译领域造成很大的改变 那机器翻译的例子是谁 Google翻译 如果你有注意到Google翻译最近突飞猛进 我真的是看了我就傻眼 我觉得 哎 这个东西难度这么高的 他真的用深度学习 就把它搞得 进步很多很多 非常多 印象深刻 所以本来我们觉得 机器翻译这个领域 可能你50年之内是没有办法克服的 现在照Google的速度 我觉得搞不好10年之内就克服了 有可能 有可能 那 所以最近这几年深度学习的技术 变得很热 是一个原因 但是 我觉得也不能够过度乐观点 觉得说 好像他就可以克服任何的问题 没那么容易 可是 可是他真的让人家印象深刻 从那个AlphaGo 从那个影像处理技术 影像辨识技术 还有从那个Google翻译 可以看到 全面性的应用 所以我们下次会介绍 深度学习技术演算法 那 我今天会先给各位看一下 刚刚要看的几个东西 忘记要补的 先看一下 第一个是Google翻译到底 进步到什么程度 Google翻译进步到什么程度 随便挑一个 那你从这边 中翻译感觉会比较快一点 没关系 如果你用英翻译的话 会比较那个 这个是中文 这个是英文 这个是英文 然后 然后 the most serious and the most famous of a school monopoly event at the time of the research researchers have long been discussing 这我们看不太出来 对不对 因为中翻译 毕竟不是我们的语言 反过来 英翻中 找一篇英文的来翻成中文 去年我曾经用北风雨太阳来做 因为那时候我正在弄逻辑语 那时候翻得超烂 连北风雨太阳都翻得很烂 这个Google翻译 没办法用 但是呢 今年我去翻 进步神术 英文 中文 OK 你看一下 还是有点怪怪的 他说北风雨太阳正在争论 这是更强大的这句话怪怪的 当一个旅客来包裹在一件温暖的斗篷 他们同意首先成功离使旅客脱下斗篷的人 应该被认为比另一个更强 然后 这里其实有一些字翻得不好 北风尽可能穿得硬 越打越紧密 旅行者折叠 他的斗篷在他周围 我怎么觉得上礼拜翻得比较好 这礼拜又变烂 真的吗 难道他又改烂了吗 最后北风放弃了尝试 然后太阳热烈的曝光 避急旅行者脱下烂 我真的觉得上礼拜翻得比这个好 为什么 下班 不能了吧 啊 换另外一天 来 我回来找一篇英文的 我觉得 这样翻就 checke habe 了 來一個CNN吧 真的Luxian 前兩天測試每一個都還蠻不錯的 這邊 CNN 怎麼會跳 那天我翻那個 維基百科我覺得超準 這個說真的這個英文我都快看不懂了 我們要怎麼知道他翻得好不好 好 我覺得這個看不出來 那天的維基百科稍微看一下 那個 Chunsky 那天我翻的應該是像這種品質才對 Chunsky是美國語言學家 哲學家 認識科學家 歷史學家 社會評論家 及政治活動家 有時被稱為現代語言學之父 Chunsky也是 分析哲學的主要人物 他是認識科學領域創始人之一 很順吧 OK 我那天看的幾乎都是像這樣 可是為什麼今天兩個都落產 覺得怪怪 就很順 突然之間 怎麼感覺他進步很多 去年怎麼翻怎麼爛 今年雖然落產了兩次 但是 太高了 我其他的還有很多次 都覺得翻得不錯 難道 維基百科是他的訓練 語料庫 會不會 有可能喔 搞不好 因為 如果你要做這種訓練的話 你最大的多國語言 語料庫會從哪裡來 可能是聯合國的那些文獻 不然就是維基百科啊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他把維基百科翻得特別好 這是很有可能的 因為他根本就是他的訓練語料庫 也就是說他的神經網路就是靠這個 當標準的按訓練的 有可能喔 這樣看起來猜測 搞不好 搞不好 因為Google 很會做這種事啊 他手上 資料特別大 對啊 還有人啊 可以去 先 先過濾這些 然後 做出那個雙語語料庫 然後再來訓練 而且還可以用程式自動去 找對應 現在 機器翻譯領域有一個做法就是 我給你雙語語料庫 然後雙語語料庫你先 用一個程式去把它大致對調 然後再從裡面開始學 所以我猜很有可能 維基百科是他的 學習語料庫之一 那這樣就解釋為什麼我上次翻的那些都特別好 所以搞不好他還沒有到那麼強 只是因為我們剛好碰到他的語料庫 這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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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這是我要給大家看的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 這個我下禮拜如果OK的話就會講 DNN 不是這個 沒錯 DNN 好現在 就是用他來講解 講解 深度學習技術 那這個DNN就是 很簡單的深度學習 韓式庫 然後呢 它裡面有 邏輯回歸 這個其實是對照組 這個 並不在深度學習的 他最後的深度學習 的那個 元件裡面 接下來 MLP這個就是多層感知器 RBM就是受限波子慢跡 然後呢 不止這個 RBM之後 應該看這裡 多層感知器 對不對 受限波子慢跡 然後 深度 信念網路 這個就開始是深度學習的 這個 深度信念網路就真的是深度學習 它深度信念網路就是串接了 RBM 和 MLP 去串接 但是它的範例太過簡單了 所以 比較沒有辦法看到 那個效果 所以我可能會用它在 範例修改一下 然後可能 因為範例有些範例 太複雜 我要去修改就麻煩 所以我打算 先試試七段顯示器 我把七段顯示器當範例 拿進去學看看 看它學不學得起來 可是它中間會有一些 需要設定的地方 我現在還沒有 很有經驗 到底應該怎麼樣設 這個會好 你看 它這邊的 DNN DBN DBN它裡面 會有 這是它的輸入 這是它的標準答案 OK 然後呢 它做事前訓練是用 受限波子慢機 的 CDK方法 去做 事前訓練 然後呢 做微調的時候 是用 多層感知器的 反傳遞演算法 Back propagation MLP Back propagation 多層感知器的反傳遞演算法 再做微調 然後 做出來的結果 應該會比一般的好 可是因為它這個範例太簡單了 我覺得其實是看不出來 到底 到底 哪邊好 這個就是 這個專案目前 我覺得 比較不夠的地方 那另外 它這裡 你會看到它的輸入都是01的 輸出也是01的 所以這其實 比較沒有辦法 看出 受限波子慢機 跟邏輯回歸不同的地方 因為邏輯回歸本來就是01 可是受限波子慢機 它是機率信念網路 它應該是可以有 處理 A01的 狀態 所以它後面就再加上 我們看到 CRBM 就是 Restricted 波子慢 Machine with continuous Value inputs 受限波子慢機 有 連續值輸入 連續值輸入就是 時數值 OK 那你就看到 OK它有零點幾零點幾的出現 然後 這是它 有結果 的程式 那 接下來就有這個 同樣的 深度學習網路 是結合受限波子慢機 和 感知器 多層感知器 但是 它是連續值的 這是 它的 一些範例 那這個你要執行很簡單 你要執行很簡單 照著做就OK了 npm install DNN 那我這邊就做一次 先推出來 好這裡 就安裝在這裡 好這樣子就安裝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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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然後呢 跑到Node Module 在Node Module裡面 裡面的 Example OK 然後呢 就 先執行一下 先執行一下 N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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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lp就是 多層感知器 那 你看一下它的 輸入 先講 Nlp不好講 先講受限波值慢跡 先執行rbm rbm 這個 受限波值慢跡的 然後呢 然後呢 它的執行結果長這樣 能看出來 有什麼用呢 你看喔 啊 這邊都是在告訴你學習過程 學習到百分之幾 這邊有什麼意義 最後他說 Final Close Entropy 是0.65 OK 但是每次執行會不太一樣 0.668 每次執行不太一樣 然後呢 你會看到 0年級 到底高不高 其實我們 沒有辦法評估 因為你要有對照 然後接下來你看到 這個 呃 這些 這些的 輸入 然後最後它輸出什麼呢 最後它輸出 rbm.reconstruct v 這個就是說 它把 v 這一個東西 每一個案例 輸入 輸入之後它會建構出隱層的權重 h 然後 應該說h' 然後建構出隱層權重的h'之後 它再用h 再去預測 這個 親密版的v 寫個v' 然後再用v'和v'之間的差別 去調整它的權重 最後調到 收斂的時候 w就穩定下來 穩定下來之後 它就可以用 這個w 去預測 預測 那個h 或 用h去預測v 那現在它做reconstruct 的意思就是說我從v開始 我重建構出v 那你會看到 他v開始重建構出v 什麼意思呢 你看 他說 這邊110000 有看到嗎 110000 有一個差別 是第三個 應該1的 應該0的 很接近1 對不對 但是前兩個都合理 前兩個都是 0.99 0.76 都11 OK 後三個也很合理 後三個000 對不對 但是中間這個 感覺怪怪的 為什麼它會怪 你看它的輸入就知道 它其實是在做分區 這裡一塊 看到這裡一塊 這裡一塊 OK 但是有一塊重疊 這一行 所以這個第三行 對它來講 其實 沒辦法歸類 所以它剛剛那個 第三個會那麼高 是有原因的 因為 它沒辦法歸 OK 所以 它得出來的結果 得出來的結果是 111000 也不能說錯 它只是用了一個很快速的方法 去想辦法逼近那一個 區塊結構而已 OK OK 同樣的 你看到下面這一個是 0000110 你看 001 這一個又 又一樣 因為它是中間那一排全1的 所以 它變1也是正常 00 0 110 有沒有 但是這個1 很接近 這個1 就不太接近了 但是0.5以上也算是1 OK 所以 你去解讀它的時候 你要看這個東西 這個是 reconstruct的結果 然後接下來是 sample h hgiven v sample hgiven v的結果是後面這個 然後它是說 然後它只取0 只取0可能是第1代吧 我在想 sample hgiven v 這個要怎麼解讀 把v輸入 然後呢 它造出那個h h就是中間的隱層 這代表說 它中間的隱層裡面呢 有一個東西 其實代表第1群 這個東西 0.99這個代表第1群 中間的這一個隱層代表第1群 第二個隱層代表第2群 兩邊0.99一個代表第1群 一個代表第2群 它已經把那個模式抓到 所以 這種程式 你能夠解讀它 你再去看 背後的 程式和數學是怎麼回事 才會 能夠了解它在做什麼 好 那這是 有關於 第一個 受限波子慢跡的例子 那另外 剛剛那個 MLP的例子 MLP的例子 它的輸入是 輸入是 時數 OK 標準答案一樣是這個 只不過一樣你看到有一塊 一塊 一塊 這裡有一塊 中間一樣有一塊疊的 OK 然後呢 你看到它的測試 測試的東西裡面 這顯然是第1塊的 因為它這裡 是1 這顯然是第2塊的 因為它這裡是1 這顯然是無法分類的 因為它全1 OK 那它得到的結果是怎樣呢 你看到 它說 第1塊的它這一個 它就說是 1了 好 第2塊的顯然可以用這個 他說是1 第3塊的顯然 它沒有那麼強大 就是 感覺分不太出來 因為它本來就 不屬於任何一群 還有兩群的 連擊 所以從這裡就可以看出 MLP也可以做到類似的事情 然後你再看 它的 D B N DBN的結果 你看到它有 Close Entropy 慢慢的 就下降 下降的很低 OK OK 然後呢 它有經過 快速的 RBM算法之後 再 做微調 快速微調 快速微調 這樣子的 結果 然後最後 Close Entropy 很低 然後呢 它得到的結果 一樣是可以分兩群 但是問題是 你看喔 它的 DBN這個例子裡面 它的 預測出來 你看 這一個 這個它就 就 被歸為第二群 它第一群很低 第二群很高 這個它就 就學到第二群的東西了 它並沒有 像剛剛那樣子 兩個差不多 0.5 0.4 變成 0.9 最後它還是 印給它一個 印給它一個 很精確的結果 OK 好 那這樣好不好呢 不見得不好 因為代表說 它每一個學到的東西 它可能都有一個 一個直覺的意義 一個直覺的樣式 出來 它每一個 每一個 都有在抓一個樣式 那 接下來的這個 CRBM CRBM 你可以看到 它變成 連續 連續值的 輸入 CRBM 是這個連續值的輸入 你還是可以看到一塊一塊的 對不對 但是這裡後面有 要小心喔 它這裡是 很接近1 這裡很接近1 好 所以這個CRBM 你看到它這個顯然是在給第1群的 這顯然是在給第2群的 OK 那因為 受限波子慢跡是用來做快速的 一個 分佈的預測 所以 它不會做得很好 可是它可以很快 就得到 還不錯的 結果 那你會看到它 這裡 Close Android比其實還蠻大 然後呢 你看到 他 Reconstruct Reconstruct是這一塊 他重建之後呢 你會發現說 0.5 0.5 0000 這些 然後對 0.5 0.5 這裡本來應該 0000 的 結果他變成 1011 對吧 那 原因是因為他的輸入 就長這樣 OK 你看 另外這裡呢 你看這裡 0000 1100 0000 110 所以 這裡是完全符合的 只是 第一個就不太符合 為什麼 因為他的輸入本來就長這樣 他抓到的是這個 這個模式 OK 可以有大致有一個感覺 然後再來看這個 SampleHgivenV SampleHgivenV 你會看到 他每一個 這個要怎麼解讀 他給了V這個東西 之後 然後 他 第一行會得到這個第一個 第一行會得到這個第一個 然後 他的 都很接近0 另外第二行得到的這一個 都很接近1 難道 代表說 他做了一個二分法 不太確定 這個得再回去研究一下 然後 在下面這個 CDBN的 CDBN 一樣 很類似 只是 他 最後得到的結果 一樣是有兩群 兩群 但是這裡沒有1了 這裡沒有1了 兩群 那這兩群呢 他最後 最後一樣會 做預測 他只做預測 他的預測呢 第一群 第一個是第1群 第二個是第2群 第三個也是第2群 OK 這他的預測 那所以 他的範例我覺得已經 還不錯 他在顯示 給你看說 OK 我們可以做很好的分群 雖然其中有一些模糊性地帶粉來就不知道該怎麼分的 但是我們可以做不錯的分群 那他有容錯機制 還記得嗎 我們說容錯機制基本上就是一種智慧 OK 那 第二個是 他 雖然可以分群 可是問題是他的範例 不是一個比較實用的範例 所以我們最後看出來的 結果沒有看到 說他比如說大幅領先另外一個 一個 方法 大幅領先 像那個 用回歸的方法 目前還看不到 因為他這裡也有一個回歸 這是他的回歸方法 那 他也是分群 他也做得還不錯 只是他 這一個例子 是0.5 0.5 但是 他本來就 那個最後 最後的案例 回歸的最後案例 基本上他本來就不屬於任何一類 因為 因為他是兩塊 現在你這通通都給1 他本來就不應該不知道到底犯在哪裡 所以他0.5 0.5是正常 但是我們會看到的一個結果是說 你會發現 RBM 他會比較偏向 不管你是不是 一類 我 通通都會把你 偏向一邊 就是 我通通都會讓你 一定 歸到這邊 或歸到那邊 我不太允許中間磁存在 但是 回歸的部分 他就會允許中間磁存在 只是這些例子沒有辦法很明顯的比較出他的好壞 所以我可能得改一下吧 把它測試一下 用氣斷顯示器去測試 如果他可以測 氣斷顯示器可視的不錯 你要做成 更複雜的 比如說做 手寫辨識 影像 數字辨識 之類的 那就得再去抓那個 網路上面的那些測試資料 開始來訓練 那才有 如果他這個 目前到底 表現多好 我也不知道這個專案表現多好 目前看不出來 不過他已經把 已經把原理 很清楚的 寫在這邊 這邊都是範例 就是剛剛那幾個範例 這邊是他的 真正的層次 那真正層次裡面你就可以看到 比如說像這個RBM 這就是受限波子漫跡的層次 那真正重要的段落就只有這一段 就是做很多次的學習 然後每次學習裡面 他用gips演算法 去做hvh 也就是我用h預測你的v 再用v再預測回h 這樣子的方法 然後裡面呢 他這一段就是在做 那個調整權重 那調整權重的時候 記得他是有hvh的時候 他得到的那個差值 他只拿來調整權重 所以 這裡面 其實寫成程式 不會真的很複雜 可是他 這種寫法 我會在上面給他加 數學式註解 不然真的會看不懂 因為太長了 加數學式註解就會清楚 大概是這樣 你有興趣可以去試一下 DNN的 專案 有時候我們現在學東西 我發現說我去看論文 其實 你很難接受 你沒有辦法只看論文 就知道那個東西怎麼做 變成說我看論文以外 我再找一個 還有開放的專案 然後做了之後呢 對照起來 你把論文的公式拿來貼 你就知道他到底在幹嘛 這是 一個 可以是的方式 我覺得這種方式還不錯 你如果 想要學習這個領域 他是數學和程式結合的領域 論文表示的數學那部分 程式 開放原始 你把兩個 接起來的時候 你就懂 OK 今天我們就到這邊 可以下課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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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夕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